如果看到前景都比较看淡 你觉得投资者应不应该趁这两天 譬如带肆反弹的时候开一些淡仓呢? 譬如对冲的话 你会建议大家买些什么工具呢? SQQQ、UVXY或者SARK 你觉得哪一样会比较值得去留意呢? 其实如果去到现在这个价位的话 做淡仓是说不行 可能都是过自己对冲的用途 或者是有些心灵的安慰 因为之前一直都不做对冲就不断跌 可能去到怕了 又不舍得去丢过 于是去做一些对冲都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是去到这个价位的话 其实正常就不太应该做三海杠杆的物体 因为很简单 最简单的就是说 逢是股市就算香港那里都是的 它可以单独是急弹 那时候这股票要借借到10多个%的 那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再乘一个三海杠杆下去的话 其实这个三海杠杆的物体可以单日是跌很多的 其实这个你买错方 就是你单日买错方 它买错的太厉害了 所以变成三海杠杆其实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现在是做对冲的话 只可以选择是两个 不会反势力度那么强的product 第一样就是无杠杆的ETF 这个因为你看看那个工具 都有是一倍杠杆的 一倍杠杆就是无杠杆 简单来说就是一比一 这个 那譬如说你好像是看淡 就是这个Cavin Wood那只基金的 那么简车木头者 这个 你如果是看淡木头者那只的 那只的ETF的话 那就变成了无杠杆 那么这些可能的选择 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一点点 那么第二来说就是说 可能是做一些的option 这个虽然option的 那个引申波幅是高的 那么但是如果你就是 坦白说就是做几日课仔的话 这个就是看几日课仔的 那么其实那个引申波幅 应该的影响就不是很大的 这个选择也都不会说太厉害的 除非你做完这个礼拜到期 那些就没有东西好说 那么如果你说是做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的 那么其实那个选择 就是看几日课仔 就应该不是太强的 这个选择 那就变成了 而且就是说夹位上来 都是起码看对方向就赢无限 但是看错方向最多都是 那个输了那个期权 那个本金的 这个 那就反誓的力度也都未必说 去到太大 这个可以考虑这两种的工具